那你可以把Android開頭這個R拿掉 這樣的話呢就可以變內部範圍 那如果說你要修改顏色的話呢 就很簡單直接把這一個 叫SimpleSpinner Item這個把它點開來 因為我將來呢 在 外觀的是用它 所以你會發現它其實是一個Text View 如果要修改的話呢 很簡單點了它之後下面有一個屬性 那屬性部分的話呢你就可以把那個 Size 比如說把Size再變大一點好了 比如說再變到大概30好了 30SP OK 那顏色的話呢比如說Text Color 我就把它改一下改成緊 改紅色比較有感覺 FF 0000 OK 那就字的大小跟顏色把它變更 變更之後的話呢這個是 還沒有跳出來的 我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好來 是儲存 儲存之後呢 各位來看一下 這個時候呢 底下的這一個 Spinner 就可以改變為紅色 而且字變成32 有沒有 那現在的話如果點下去 現在還是黑色對不對 如果你要改 點下去的這個範本 應該知道怎麼改吧 一樣的道理嘛 它是在 這一個 捉檔這個 有沒有 點兩下 它其實會打開來 它裡面還是一個什麼呢 還是一個 Test View 對不對 那你可以怎麼樣呢 也是一樣 在裡面的話呢 找到 我想把顏色改 改一下 然後字的大小也改一下 那你就可以從這邊呢 去改 找到什麼呢 Test Size Test Size 本來 它應該大概10幾而已 你大概把它再放大一點 24好了 單位用SP好了 OK 然後的話呢 再來就是 Color部分把它改成 改成綠色的好了 所以這邊的話呢 再把綠字改成綠色的 Color地方 近 00 FF 00 那這樣的話呢 點掉就好了 你不用Enter 點掉 它就這邊變綠色了 在Save之後的話 那你再把它執行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它的那個 跳出來的清單 就會是綠色 而且是字是24大小 OK 等一下去看一下 有沒有 就照我們的方式 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 我現在做的動作 目前呢 我在其他的Android書裡面 是沒有看到 有這樣教的 就是幾乎都沒提到 像我們這一本 裡面變更顏色的部分 基本上它也 也沒講到 OK 它只有說 套用什麼 樣式 可是這也都沒有講到 基本上呢 這個方法 很多 很多地方會用到 因為你一定要 你用Spinner 你不可能說 你用個陽春的Spinner 這樣感覺醜醜的 一點也不專業 如果你要換個顏色 字要換個大小 那特別注意 就用這招就可以了 好 那如果我說呢 你覺得這樣的樣式 還不夠的話 那當然你還可以 自己在建什麼 自己在建那個 就是其實這個是 也可以自己建的 你不一定要從那個 Android裡面的範本 拉進來 你也可以在 Layout上面按右鍵